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丧心病狂的凶手令人震惊的真相 那么你师母用过就是从广州带回来一个按摩器 他在案发前大概几个月以前就已经为亲母亲购买了一个人生意外保险 夺命礼物 晚间800今晚播出 敬请关注 妈 好香耶 有秘诀吧 长康芝麻油 多放一点啊 营养 口味都有了 实在是香 长康纯芝麻油 原味原香 绿色长康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舒筋建腰很重要 人老细不老 全靠腰腿好 舒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舒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国粹中药 将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法治民生 这里是江西最权威的法治节目 晚千800 我是郭凯 家住四川省自贡市的宋华 已经年过半百 十几年前 丈夫就去世了 他独自一人 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儿子养大 如今 儿子都去了外地工作 他就在家照顾着大孙子 尽管日子过得艰辛一些 但对生活还是充满希望 春节后不久 就是老人56岁生日 然而就在生日即将到来之际 宋华却在收到了一份礼物之后 突然离世 那么这是一次意外 还是另有隐情呢 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节目 这是一个初春的早晨 春节刚刚过去几天 不少村民已经步履匆匆地 刚往城里去打工 这时 廖大妈正忙着赶路 同村宋华家的大孙子 忽然跑过来叫住他 说奶奶摔倒了 廖大妈赶往宋华家 一进屋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宋华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 旁边满是斑斑血迹 这个猝不及防的意外 打破了小村子原有的宁静 我们公安局接到市局109中心 说在我们辖区有一名妇女 疑似在家中出点身亡 警方查明 死者宋华末年56岁 丈夫去世多年 大儿子在重庆打工 小儿子在广州打工 平时他和八岁的大孙子 一起生活 经过现场勘查 警方发现 死者倒在厨房 身下有一块冒着黑烟 散发着浓烈刺鼻气味的 插线板和电吹风 民警初步判断 宋华死于触电身亡 这种感觉应该好像是一个意外 是吧 然而警方还是发觉到了一丝异样 原来电机导致被害人倒地的撞击 有可能造成出血 但是现场大量的血迹 却让民警意识到 这不是一起简单的电机摔伤致死案 我们说这个血迹分布的时候 应该是这样 如果人受伤了 他可能会自救 血迹会通过手 身体 复制在其他地方 没有 这个没有 现场另外一个细节 也引起了万岸民警的注意 死者赤着脚 一双本应穿在脚上的棉布拖鞋 被放在死者身边 警方分析 宋华身边摆放着拖鞋 说明平时有穿拖鞋的习惯 但是奇怪的是 为何案发现场 他的脚却是光溜溜的 即使死者因触电倒地 而导致拖鞋被甩出去 摆放也不可能如此整齐 倒像是有人刻意而为之 是很规矩地放在那里 这个是从第一个印象很感触 非常直观的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东西不可能 应该是这样放的 在死者的身上 警方发现了多处伤痕 更为可疑的是 在大门外也发现了血迹 在大门外墙角处 发现了一处血迹 这一处血迹给人感觉 位置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对吧 检验结果显示 大门外血迹的生物学特征 与死者宋华吻合 警方认为 如果宋华最终倒在厨房死亡 那么大门外的血迹 存在两种可能 一是死者从户外被搬入厨房 二是嫌疑人逃离现场时 身上溅到鲜血 不小心流下的 这个现场是一个伪造现场 精心策划之后 伪造的一个现场 令警方感到疑惑的是 如果是触电身亡 死者宋华身上的伤痕 是如何形成的 又是否被搬动过呢 紧接着 以散落的血迹为中心 警方对宋华家展开了详细的排查 在二楼卧室的墙体 民警发现 有一处坑坑巴巴的小洞 痕迹绞心 极有可能是死者死前挣扎所留下的 而且在卧室的窗帘上 也发现了血迹 经鉴定为死者所留 警方怀疑 凶手极有可能没注意 或者是来不及清理血迹 便匆匆离去 至此 民警将第一案发现场 锁定在二楼卧室 老人的死不是意外 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 那么 宋华为什么会在自己家中 惨遭杀害 一个普通的农妇 为何会招来杀身之祸呢 在街坊邻居和大儿子口中 宋华是一位让人尊敬的母亲 据了解 早年宋华父母双亡 年轻时 丈夫又因意外去世 她独自一人 含辛茹苦地 将两个儿子养大 由于家庭苦难 两个儿子也还算懂事 大儿子体恤母亲的辛苦 15岁便辍学进城打工 帮助母亲减轻负担 全力供养弟弟上学 小儿子父白连也很争气 如愿考上了大学 毕业后在广州工作 两个儿子先后成家立业 这让操劳一生的宋华感到十分欣慰 那么这么一位与人为善的老人 究竟是被谁杀害的呢 现场的这个门窗完好 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这也是比较反常的一个情况 还有家里面经济条件 不是特别好 也没有发现有财务短少的情况 宋华家庭并不富裕 现场的门窗也没有被撬的痕迹 警方首先排除了 她被人独裁害命的可能 丈夫已经去世了十多年 自己单身一个人 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 之后一直没有再另外找人 所以说情杀的可能性 我们也排除了 村民们还表示 宋华是一个性格沉稳 不爱说话的人 村民们没有发现 他与他人有过密切接触 但是民警调查发现 案发前突然有一个人 回到村里与宋华见过面 在于案发的前一天 突然的就回到了自贡 他的行踪就特别的可疑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 我们发现 在案发时间段 他出现在在了 案发地域周围的 一个活动轨迹 这个曾经与宋华见面的人 本来长期在外地打工 不知为何突然回到村里 围绕此人做进一步调查时 民警发现其更多奇怪的行为 并且发现他在网上有大量的搜索 投毒 意外身亡出电等等 一些敏感的词汇 包括在做完后如何不被公安机关发现 同时警方发现 就在几个月前 此人曾为宋华购买过一份保额为40万元的意外伤害险 而这个搜索如何投毒和购买保险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宋华的小儿子傅白莲 我们侦察员在殡仪馆 将傅某某传唤至了我们公安机关 在传唤他的过程中 傅某某表现得异常的平静 对于我们的传唤没有任何的质疑 这也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表现 傅白莲十年31岁 在广州某大型企业从事质检工作 在家人和当地村民的眼里 傅白莲是一个努力工作 忠厚孝顺的好儿子 每次回家看望母亲都带上好吃的 甚至单位上抽奖 抽到好的奖品 也会寄回来给母亲使用 面对警方的讯问 傅白莲的对答非常平静 坚决否认自己杀了母亲 两娘母亲 两娘母亲关心了 然后站着回来会杀了妈呀 在抓捕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亲戚朋友都说 这个是死者的亲儿子 是不是抓错了这些 众人称赞的孝子竟卷入弑母命案 这让家属和邻居极其震惊 也充满了怀疑 面对警方的讯问 傅白莲坚称 当天接到大哥通知母亲死讯的时候 自己身在广州 可是民警在村子里的监控中发现 傅白莲明明是在宋华 意外身亡的前一天就回到老家 那么他为何要对警方撒谎呢 难道是想制造不在场的证据吗 审讯中傅白莲辩称 接到母亲死亡通知的当天 也就是3月10号 他才购买了从广州飞往成都的机票 事发前 人在广州不在自工 然而 这与警方的调查并不相符 案发的前一天 也就是3月9号 傅白莲就购买了 从广州飞回成都的机票 我们看到他3月9号的时候 就从广州飞回来了 而且当时机票也显示有直击信息 所以说就能够 希望能够确定 他当时是来了自贡 警方还出示了 几段自贡街头的监控录像 面对证据 傅白莲再也无法狡辩 3月9号晚上8点47分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看到 犯罪现役省得到第一地车 在子宫而中 路口对面停车 然后犯罪现役 最后就下了车 并望回东 买个点通用走去 最后我们对这个县城 周边的监控 继续进行的追踪 然后就发现这个犯罪现役 晚上21时05分左右 就到拉了这个子宫时 东兴次八小头 然后并在这周围 现场徘徊 我们在晚上22时28分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个犯罪嫌疑 父母的身影 出现在了他家 附近乡里的改道上 面对铁证 犯罪嫌疑人傅白莲 再也无法自圆其说 很快就交代了自己 密谋杀害母亲的犯罪事实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亲生儿子如此丧心病狂的 残忍杀害自己的母亲呢 其实 傅白莲在家里颇受母亲和大哥的疼爱 15岁时 大哥辍学离家外出打工 挣的钱都用来补贴家用 和供弟弟上学 傅白莲大学毕业后 在广州工作 结婚前母亲宋华 也把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拿出来 给他在自贡买了套房子 小孩出生后 母亲还帮他在广州 带了几年的孩子 宋华的时候 他就接了 那时候他就像个 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 没在任何人敢说话的 说他没人家理得到的 离西方人说的是北话 或者普通话 他出去路就在他出家一高楼 这么多干净 对到地方有点恐惧感 可是对于母亲的爱 傅白莲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他始终认为母亲偏心 帮大哥把孩子带到了七八岁 而自己的孩子很小 在广州生活开销很大 非常吃力 他想让母亲一直帮着带孩子 却被拒绝了 对于弟弟内心 对母亲的这种恨意 大哥非常不理解 生之前也不容易 死了过后也不容易 居然他还在里面 还有墙子跟我妈泡涨水 我都没想到他会 我心到这种 没的人心到这种地步 随着公安机关调查的深入 傅白莲预谋杀死母亲 宋华的整个计划 浮出了水面 他在案发前 大概几个月以前 就已经为亲母亲购买了一个 人生意外保险 据傅白莲交代 自己处心积虑地杀死母亲的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骗去保险公司 40万元的巨额赔款 于是刚过完春节没多久 离母亲56岁生日 还有五天时 傅白莲就开始着手实施 拾母骗保的残忍计划 公安机关对傅白莲 世母骗保案件侦查终结后 认为犯罪嫌疑人傅白莲 涉嫌故意杀人罪 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于是将该案移交给四川省 自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最后检察机关 向四川省自共市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起诉指控 被告人傅某某 与被害人宋某某 起母子关系 傅某某为其母宋某某 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险 保额为人民币40万元 3月傅某某为凑足 在广州购房的首付款 产生将宋某某杀害 获取意外保险金的动机 新脑血管疾病反反复复 活血是关键 心慌乏力 用活血胶囊 头痛健忘 用活血胶囊 肢体麻木 用活血胶囊 新脑血管阅毒 用活血胶囊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容易引发 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书筋建腰很重要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书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里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砖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书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 陈里记 薄翠中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被告人傅白莲 因母亲宋华 为帮照看孩子 而心生怨恨 加之 无钱支付购房首付款 于是产生了 通过杀害母亲 以获取意外保险金 用于购房的念头 如此泯灭人性的恶行 实在是令人震惊 那么 这起骇人听闻的 侍母骗保案的背后 还有什么隐情 宋华死前 收到的那份礼物 究竟是什么呢 被告人傅白莲 最终又会受到 何种刑罚呢 请明天继续关注 我们的节目 在手机上 收看晚间800 更多节目内容 您可以在微信上 搜索江西二套 晚间800视频号 还可以扫码下载 或者在应用市场 搜索金视频 客户端下载 无论是电视大屏 还是手机小屏 晚间800就在您的身边 农夫疑似触电生亡 奇怪的血迹 可疑的伤痕 背后有何隐情 有一名妇女 疑似在家中触电生亡 这个精心策划之后 伪造的一个现场 丧心病狂的凶手 令人震惊的真相 那么你书没用过 就是从广州 带回来一个按摩器 有 他在案发前 大概几个月以前 就已经为亲母亲 购买了一个 人生意外保险 夺命礼物 晚间800 明晚播出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